成都又下雨了 今天下雨之後 我竟然感覺到了一絲絲的秋意冷了 我出來之後穿著短袖 我又回去加了個小襯衫 我們今天要吃一家我特別想吃的肥腸血腕 肥腸血腕沒吃過吧 我一聽我也想不到怎樣的 來看看啊 到了啊 前面可能點菜 在這點菜是吧 血腕 你吃吧 嗯 在這吃 幾塊那粥 兩個人 中瓣還是大瓣小瓣 我先端過去一會兒再要別的菜啊 吃吧 我要一個蒸南瓜 在這裡吃吧 在這吃我在那邊坐著呢 回鍋肉做不了 炒不出來 那個粥自己打嗎 嗯自己打 好 你要南瓜多瓣 這個 我點的菜都來了啊 他家真是我見過排場最大的飯店 八間房都是他家的 然後那邊是廚房炒菜 還有涼菜間 然後正面的幾間房是專門吃飯用的 呃 我們來的比較早 他家十點半一夜 現在也是不到十一點 還有很多菜沒炒出來 因為他們很多菜是備好了之後 放在那個地方 你要什麼 那服務員跟你打 現炒菜之類的 等那些菜備完了之後 才能跟你現炒 我要了一個他家的灰鍋肉 但是那阿姨說現在要不了 所有的人生熟菜都沒備出來 那給你炒不了 所以就沒法點了 我就點了其他的 菜太多種類了 炒菜還有涼菜間 拌菜小菜都在那放著 還有蒸菜 你要什麼你自己找人點 然後剛才那個旁邊的兩個老泡 就是經常來吃的那種大叔 告訴我你怎麼 你要什麼怎麼點都頓 然後我才去找他們點的啊 我要了蒸菜 湯 燉菜 就燒菜 有點渴了 我先喝點這個南瓜湯 哇這南瓜粥 純粹是南瓜的甜味和 大米的香味 一點糖都沒放 熬的很好 粘稠度剛剛好 味道也很好 我特別喜歡喝粥 今天早上你沒喝到粥 它這個粥做的特別好 今天下雨啊 它正常的話外面只是擺桌子 今天把旁邊都搭上來 看一下 主要是他家的這個血旺 他家有分大中小 我要的是中粉 我們倆人嘛 我頭一回吃這種血和肥肠在一起燉啊 阿姨打的時候有兩個大鍋 一個大鍋裡面是燉的血 一個裡面是燉的湯 然後肥肠是放方便兒的 加在一起之後 我給你把那個湯添進去 嘗一下 這血一加好嫩哦 非常有味道 就是不只是上面調料味 它這個湯裡頭 血裡面都是味道 很香 血很滑 很嫩 好吃 放上肥肠 肥肠也彈 嗯 不結帳 我還沒結帳呢 但是 剛才看了一下 他家的菜價 價錢非常的低 那都是十幾塊錢 他家叫 大義里濟 非常邪旺 大義是成都底下的一個餡 所以這個店名字就是這個 招牌菜也是這個 來著一定要吃這個菜 他上面放的 自己炒的那種辣椒醬 有點像老乾媽似的顏色 但是不是老乾媽的味道 非常好 他家這個菜很良心的啊 應該也是配的黃豆 黃豆只是一個配菜 80%的是血 這個菜真的很棒 吃過肉 他說沒有了 然後我強推這個牛肉燒筍子 筍子很脆 還有味兒 一點兒不老 牛肉燉的也很好 很有味道 這兩個菜都不錯 蓮藕排骨湯 好喝 沒有過濃的調料味 全是藕的清甜 和這個排骨的香味 也不是很油膩啊 因為旧化湯燉的特別的油膩 這個湯的比例把控的特別好 排骨多一點的話 它就會很油 然後排骨少的話 它就不香 他這個做的剛好 現在要嚐嚐它這個蒸菜了啊 蒸南瓜 形成非常好看 大家蒸菜好多種 我就看這個南瓜我想吃 這個南瓜粥很甜 嚐嚐 哇靠 這個南瓜 又糯又甜 甜是南瓜裡面的甜 它這個南瓜粥就是用的這個南瓜 只不過是粥它那個水分比較多 這個糖味釋放進去沒有這麼甜 它這個蒸完之後把這個水分蒸走了 糖分全保留了 特別麵的 哎呀好吃 我頭一回吃一個南瓜 能做到這份上的 這麼爛我們能蒸到 但是這麼甜的南瓜很少吃到 要喝粥 你粥我什麼都不想喝 是嗎來 把你挽給我 我們準備去打 這甜我喝不快把你挽給我 看好久沒喝粥了 還有兩個那個南瓜粥 不算 那個不算 只算是一塊錢 只有三錢是吧 我們吃完了 一共是花了59塊錢 那麼多便宜不便宜 它那個盤子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每樣都夠吃 你剛才看見了吧 阿姨給那個人他們倆用那個整理箱 抬著我車上送 我們剛才來的時候 那外賣一落行100多個 外賣腿都能跑斷 這太狠了 它這樣 離成都市里也不是特別遠 我覺得這一趟來的也非常的值 下期再見 下期我們不知道在哪見 拜拜